各位DGMOBI觀眾大家好 可以看到我身後就是我們公司的VW提光 那今天為什麼會找它來呢 因為它其實已經淋了七天的雨 而且又曬了五天太陽 加上每天出路都在落成很大的地方 甚至你手都可以在上面寫很多英文字都沒有問題 那包括除了引擎蓋都是灰塵以外 你可以看到車頂啊 車側啊 還有下面的塑膠件 水箱罩 其實都一層灰 包括連鋁圈喔 本來是這種鐵灰亮面 現在都變成消光鐵灰色 很嚴重 那為什麼這樣子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測試好好洗跟一般自助洗車 洗出來的效果差別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車子後面 中間有貼了一條線 那車子如果面對車的話 右半邊 我們等一下就會去自助洗車洗一下 看到底效果怎麼樣 那剩下的左半邊呢 我們就會用好好洗來洗 到最後我們就來看看兩者差別在哪邊 哇 可以看到我終於完成了右邊泡沫洗車 左邊好好洗 然後順帶一點 你終於可以知道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SUV 因為我真的爬上爬下洗得我要命 好 話題走遠了 那其實呢 各位可以從剛剛我洗車的影片喔 可以很明顯看到 雖然我在外面自助洗車 泡沫洗車 噴了很多很綿密的泡沫 感覺好像會洗完會柔柔亮亮閃閃動人 其實呢 沒有 因為你就算整個擦過一遍再沖 然後回來再換到好好洗 你就可以看到我好好洗 洗出來的泡沫特別黑 尤其那個鋁圈從消光黑又回復亮黑 那個髒污全部這樣哇 一大片這樣洗下來 用好好洗跟泡沫洗這邊喔 我這一邊是比較白的 好好洗這邊是比較白的 可是我們鏡頭表現不出來 可是單單你可以看到說 兩者洗出來髒污的量是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呢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並沒有 接下來呢 這輛車未來兩週 繼續風吹日曬雨淋 包括走那種捷運施工路段 然後隨便停戶外 隨便讓鳥拉死都沒關係 我們就要再看看兩週後 好好洗跟泡沫洗 到底誰動比較久 或者是誰比較好清 那我們就到這邊囉 掰掰